东北老铁不光热情地招待南方来旅游的小土豆 而且还组团到南方去到田里种土豆 眼下在广东湛江来种土豆的东北老铁如约而至 早在十年前在黑龙江省旺奎县和广东省穗西县两地政府的牵线下 跨越几千公里开展岭南东种将北方的土豆种到了南方 为了能取得好的营收 也同时把丰富的种植经验 以及北方育成精选的两种带到南方 两种南下能够优化南北粮食结构 在春季北方没有马铃薯上市的时候 这里生产的马铃薯出土了 刚好就填补了市场空白 我们竞争优势就是一个反击销售的一个状态 册封上市 我们与几个大公司签订了一种订单模式 就是只要我们产出 他们公司就以订单模式来收购了 所以说老百姓不担心销售问题了 在高效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下 不仅是马铃薯 还有甘薯 贝贝南瓜 甜玉米等其他的北方品种 纷纷被带到广东 充分利用这里的冬季气候条件和闲置土地 让千家万户的农民能参与其中 形成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